最近很多小伙伴都陆陆续续收到了自己的车子 那么今天和大家做一个简单分享 就是关于这样的RC小车收到之后要注意的点 以及是一个基础的分享 那这样是每家新的16210了 我们打开车壳呢 你就会发现其实整个系列里面的底盘是差不多的 所以说这个视频呢 适用于16系列的所有车型 首先我们来看到这个无刷版本呢 这里的电设这个是电条 这个是接收机 这三小线呢到后面这个是无刷电机 这个上面是无刷电机的风扇 包括是前面的大灯 以及是在这个电条下面还压着一个设备 舵机的线是从这个后面这里走出来的 然后这个电条线是从这里走出来的 那这里分别对应的是CH1是转向的舵机 CH2是电条 CH3是头灯 然后这个风扇的接条呢接的是风扇 这个就是它的接收机上面可以对应的这些设备 那我们收到设备之后呢 第一次上电去测试的时候 可以把这个电池放在这个槽里面 然后通用电 但是出去玩的时候呢 一定要先充满电再出去玩 不然你玩一半没电呢 车子就会变得速度特别慢 然后呢只能打方向甚至是停车 那我们这个时候先打开遥控器 遥控器上面有两个选项 70%或者100% 在接通之前呢 它会进行一个闪烁 这是我们长按电条 听到第二声长的一声以后呢 它就已经连接成功了 这个时候我们试车呢 要把车子翻过来 不要让轮子在座面上进行旋转 这样安全一点 我们先来试一下它的油门和刹车 在我们点一下油门的时候 突然往前推 它就是刹车 我们在刹车的时候 突然往后推就是油门 那这个就是它油门和刹车的控制 所以说呢 你在油门过程中 它不是说立刻就会倒转 是点完反推之后 先是刹车再点一次才是倒转 这个就是游完时候要注意的第一个事情 第二个就是它的转向 这个也是比例的转向呢 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幅度进行调整 那这个时候大家就会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车子呢 看起来这个轮胎的这个角度 会有一个这样很明显的这样的角 就是前面是往里面这样凹进去的 后面是往车身这里凹进去的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夹角呢 我们首先来分析一下它的动力的系统 那这是它的电机 电机这里有一个主尺 主尺呢到大尺 大尺通过这个传动轴 两个三尺呢到前后两个差速器 那这两个差速器呢 通过狗鼓再连到四个轮胎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车子抬起来呢 如果去转动这个轮子 它是会反转的 如果说你有机会在自己去修汽车的时候 把汽车升起来之后 你去尝试一下转一下它的前轮 它也是这样的一个结构 它也会出现这样的反转 特别是前轮 如果说你是前驱的车子 环境之后前轮会这样 这个时候你就知道 它这是里面有一个差速器的结构呢 差速器的作用呢就是在于如果是转向的时候 可以发现这个车子 这样转过来的时候 这两个轮子转的是很快的 这个呢刺一点 这个是最慢的 那这里面有轮速插的时候呢 通过这个差速器进行一个转速和动力的分配 但差速器呢在这个时候也会出现一个问题 比如说我现在是这样一个情况 这两个轮子是悬空了 车底盘被什么架住了 这个时候车子就不能动了 为什么呢 因为有差速器的车子 如果轮子悬空之后 动力会输出到悬空轮 就阻力比较小的那个轮子 那这个时候就会空转的 车子就没法动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速度车和攀爬车之间 在传动系统上有本质上的区别的一个原因 攀爬车呢更多的是追求的是更强的通过性 所以它使用的是直桥 而小车小的速度车呢 就使用的是行星齿轮的这种差速器 为了它有的高速的时候 更好的转向的表现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车子的这个八字的结构 为什么会有八字 其实刚才转完之后就可以感觉到了 如果我是往这边转的时候 可以明显感觉到这个是转向角度最大的 这个其次 同时呢 其实这个轮子也有一点点辅助转向的作用 这个时候车子呢 就会更快更顺利的往这个方向旋转 那为什么这样做呢 还是一样的原因 就是为了让这个车子 最小的尺寸里面拥有更强的转向力 如果说你觉得说这样不好看的话 那前面的轮子是可以调整的 如果这两个百臂的这个结构呢 你可以把它的长短拆下来 进行旋转的调节 调短之后呢 它就会更加的往外开 调长了呢 它就会更平行一点了 平行以后呢 它的转向的力度就没有那么大了 其次一点就是 你如果觉得转向太猛了 控制不住 一打方向 这个车子就原地掉头呢 也可以调一下这个调的更趋性平行一点 如果你想要它跑起来高速更稳定 你甚至可以内巴一点 但是呢就会产生一些这个阻力 这个也是大家在玩车的时候 可以自己去尝试不同的调教 那么另外一方面 很多人说到车子后就会发现一个问题 他觉得这个车子从侧面来感受一下 他觉得说这个避震后面的 如果说悬空的时候 哎 它会有一个这样阻力会回答很好 但是如果是放在车面上 它用力压矩之后 它没有完全的弹起来 是不是车子不好 或者说有什么质量问题呢 那我觉得这个车子本身啊 这个东西是要在动态上看的 它设计里面这个回弹的力 比起这个两个轮子夹在桌面上 这个阻力要大的话 它可能就不能做到完全的回弹 包括是车身的重量 那为什么后面的这个弹力会小一点呢 一般情况下设定是大脚的车子 或者是这样的速度车型呢 它希望起步的时候会有一个这样 抬头的姿态 重心呢会压在后轮上 包括是甚至更大动力的时候 它能产生一个抬头的动作 看起来比较酷炫 包括是跳起来落地的时候呢 它这也会有一个这样 抬头落下来 重心压在后轮 这样更容易进入一次 稳定的调速的状态的一个设定 所以后面会偏软 那至于多软多硬合适呢 这个就要跑起来 根据你自己架控的体验去调整了 没有说一定就是怎么样会比较好 新车的时候呢 相对来说呢会有一点点色 因为其实仔细来看的话 这个避震器的这个结构里面 其实分了很多层 那最上面有一个顶部的连接的 这个球头 这里是一个金属的盖子 这里有一根弹簧 里面是一个桶 桶里面有一根棍连到下面这个地方 那这根棍里面和这个桶之间的密封呢 就是有一个欧圈 一个硅胶圈或者橡胶圈 夹在这个金属帽里面 实现一个这里面避震油的一个封闭 那这个欧圈新的时候呢 就比较的色 你说它会不会影响它的动态 或者性能呢会有的很轻微 为什么呢 因为你放在桌面上这个冲击力 和你真的跑起来的时候的冲击力 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因为如果有了加速度之后 这每次的冲击力 肯定不是说 像你手推起来那么轻轻的一下 而是更重的一下 而且车子呢 会有向前的惯性去抵消这个冲击的力 所以说这两种状态是完全不同的 没法去类比 那你这车子刚说到时候 这样抛一抛玩一玩是可以的 但是基本上只要车子抛下去 它不会不停的灯颤 这个就是没有问题的 起步时候这压太低了 哎呦我起步时候不喜欢这样姿态 我喜欢车子冲出去就是平的 你可以把后面调硬一点呢 把这个螺临下来就可以了 但调硬之后也会有一个副作用 就是你遇到一个东西的时候 它这车子就会很用力的往上抬 那你车子就会比较容易翻车 那你自己去权衡 你到底喜欢它姿态好看呢 还是喜欢它车子更硬一点 更刚一点的 包括是你如果是高速的倾向呢 那可能就要调到硬一点 但是高速倾向的车子呢 遇到冲击的时候呢 就更容易翻车 那这也是各种调教和玩法之间 自己去做权衡 然后最后来说一个问题 就是很多小伴遇到的 可能是新车装配 或者说它这个新的车子 本身装的时候螺丝间隙 没有控制好 导致这个问题就是有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个轮子转起来 哎有的时候很顺滑 有的时候不是很顺滑 甚至是低速旋转的时候 有个轮子就不转了 那这个可能性就是在于 这个螺帽打得有点紧 那如果说你发现 自己车子低速通电之后 比方说我捏住这个轮子 出现类似于这样的情况 开这个轮子不转了 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个原因就是因为这个螺帽 可能打得紧了一点 所以这个轮子就不转了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把这个螺帽 稍微拧松一点 如果拧松一点 能感觉到这个螺帽和螺丝之间 已经有间隙了 它已经能稍微带一点点活动 它都还是这样子卡住的状态上 你就可以打开来看一下 里面是不是有装配的不到位的地方 导致了它卡住的情况 其次呢就是你可以尝试的 低速的去走一走 如果低速走起来 不会因为这个轮子导致这个车子 感受偏左偏右很严重的话 那其实是没什么问题 很多人都会去研究这个车子 低速这个轮子能转的多慢 或者怎么样 其实还是一样的问题 就是你在这里空转的最低速度 实际上车子压起来是不会动的 你要看的是它放在地上之后 能动的最低速度是多少 而不是说它空转那个速度是多少 毕竟是高速车 它没有那么强的低速扭力 更多的是看它在地面上跑起来 顺不顺滑或顺不顺利 你如果去看它这个车子 能不能在低速上跑得特别慢 可能做不到 甚至是有点卡顿 因为这个就是无刷电机的一个特点 它在极低转的时候 如果是无感的电机 它在极低转的时候 其实不是那么的顺利的 只有突破了一个低的零界点之后 它才会比较顺利的可调 这个就是无刷电机 它本身就是三只手在推着它跑 如果特别低的速度的时候 它可能就推着推着就推乱掉 或者推着推着就推反过来都有可能 所以防止这个情况发生 它会把最低的转速直接给锁掉 也就是把遥控器里面 或者电条里面 把最低转速那一段锁起来 最低转速其实就不存在了 但最低转速其实只针对于你 觉得空转的时候 它可能转速还能转起来 实际放地上最低转速可能动都不会动 所以说它会从更高一点转速来突破 这个车子能动的转速开始 这个就是无感无刷的一个特点 如果说是你更精细的操控的话 油感无刷它会比较灵敏一点 它甚至很低的速度 它也能顺利的起步 这个东西会比较用多在攀爬车 或者飘移车上面 因为它追求的是一些比较精准的操控 和速度上上用的会比较少一点 因为其实没有这个必要 你实际跑起来的时候 你不会去追求它一个很低的速度 这种开的感觉 基本上它还能开很低的速度 可以开下这个速度 我觉得已经够慢了 不需要再慢了 OK 这就是关于美加新16系列 新车上手的一些简单的问答 如果还有别的问题 可以在评论区或弹幕留言 我会看到之后给它做一个回复 在我的主页还有更多游玩和RC的资讯 我是李明奇说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